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就在今年,老车的ND冥王神话终于要完结了 最后的八话将在5月16号登场 我们今天就来复习一下上级八话的内容 都过了一年多 我想大家也忘了剧情演到哪 先简单帮大家回顾一下上级的剧情 上一季可说是整部ND冥王神话最重点的重点 处女宫之战,佛陀四门全开的威力造成空间扭曲 奥德修斯及时解除教皇的睡眠大法 要他帮助一辉脱困 一辉就这样连跳树弓 在雅典娜神殿见到教皇 这时代的教皇告诉一辉 他透过观星术得知未来雅典娜穿越来此 造成时空错乱 不但原本这时代的雅典娜无法觉醒 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全宇宙大崩坏 于是将黄金匕首交给一辉 让他自行决定雅典娜到底该不该杀 另一方面也透过奥德修斯的回忆 得知水晶叛变的真相 当时的圣域正遭受了三大危机 第一当然是来自冥王军的威胁 第二是蛇夫座的灵魂 打算夺取奥德修斯的身体复活 第三是即将穿越而来的雅典娜造成了崩坏 于是教皇奥德修斯水晶三人各负责一个难题 由教皇刺杀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沙枝 奥德修斯负责解决大蛇灵魂 而水晶则是到冥王军卧底伺机而动 前往天蝎公路上 奥德修斯遇见沉睡中的天马 窥视了一下天马的梦境 得知他是水晶的徒弟 原来水晶在前往冥王军卧底前 早已透过拒绝做圣杯之水 得知自己会死在十二宫 而将圣衣及未完成的事 全都托付给了天马 在水晶小宇宙的加持下 天马终于首次用流星拳 击中奥德修斯 并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获得天马座圣衣认可 奥德修斯也从天马口中 得知沙夏的存在 判断沙夏就是这个时代 本该觉醒的真正雅典娜 而冥王军也察觉到了此事 派地妖星前往一探究竟 奥德修斯赶紧要天马 到沙夏身边保护他 接下来就是本季 ND冥王神话第103话的内容 标题为守护雅典娜 得知冥王军将要对 这时代的雅典娜沙夏出手 奥德修斯要天马 赶紧去他身边保护他 谈话间 奥德修斯的语气开始战斗 对话也出现了一大堆省略号 天马虽然察觉有意 但奥德修斯只是不断地 催促他快点离开 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喘气声 奥德修斯的声音也变了 慢 慢着 不能这么简单就让你走 别看你很烦耶 一下要我快走 一下又不让我走 天马回头看了一眼奥德修斯 差点吓到闪尿 奥德修斯的表情突然变得猙獰 发色从灰变黑 双眼也成了蛇眼 如今的他 已完全被蛇夫座 阿斯克勒比尔斯占据身体 并阻止天马前往沙夏的身边 奥德修斯 你到底怎么了 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 我很怕鬼 拜托不要吓我啊 这桥段跟新史第一次遇见 沙卡时几乎一模一样 之前只用了两页就交代完剧情 这回用了四页啊 要这样啃自己的老梗 不是说不行 很多老一辈的大师 推出续作也是同样在啃 但nd只剩没几话的 还要这样脱戏 真的很怀疑老车 有办法把这故事讲完吗 由于阿斯克勒比尔斯 这名字实在太长 以后就叫他阿蛇吧 阿蛇自言自语的说 原本他是打算去杀死 来自未来的雅典娜 城户沙芝 但如果沙芝死了 让这时代的雅典娜 沙芝觉醒也没有意义 如今看来 让哈迪斯军去解决沙芝 似乎是更省事的 即将支配一切的是正才对 看啊竟然自称是正 这是我好朋友阿龙专用的 你是谁 你不是奥德修斯吧 你管太宽了吧小子 给我消失到次元的尽头吧 阿蛇举起舌杖一挥 天马立即掉入一个 未知的次元空间 但你知我知车田也知 圣斗士有史以来掉进 异次元的还没有逃脱失败的案例 阿蛇的舌杖突然掉在地上 接着又自言自语的说 奥德修斯妨碍了他 体内的两个灵魂再次进行深度交流 你也没时间理会那种小竹了吧 也罢 反正再过不久 朕就会完全附着在你身上 届时朕就能随心所欲地使用你的身体 另一方面 天马从异次元掉落在圣域不远处的地方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这里是费兰兹欧小镇的郊外 天马不解 他明明掉进了异次元 难不成是奥德修斯出手救了他 可是那跟鬼一样的眼神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马也没有时间想这么多 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去保护沙夏 这在异次元被打断的剧情 又是跟本传的双子宫之战很像 我也不想再吐槽了 接着在沙夏沉睡的屋子里 一个带着蝴蝶翅膀的人影渐渐靠近 地妖星蝴蝶朱利耶塔奉命来取沙夏的性命 蝴蝶大人就是这里吧 那个叫什么沙夏的睡美人家 交给我们把他拖出来就好 请稍等啊 什么啊 只是个普通的小女孩吗 我对这种长相的没什么胃口 直接在这里把他撤死吧 哎呀口腰啊这是什么光 骷髅兵们突然大叫一声 全都夺门而出 地妖星追问之下才知道 沙夏虽然是在沉睡中 但身体依然散发出高贵的小宇宙 让这些低等级的小兵无法靠近 你们这群笨蛋 如果无法靠近的话 连房子一起毁掉不就好了 说吧 地妖星比出了一个波动拳的手势 瞬间就将房屋给轰烂 没想到屋子虽然被轰得支离破碎 但沙夏躺的那张床依然闻风不动 看啊果然一张好床能够让你安心一辈子 不是我是说这股小宇宙是怎么回事 莫非这就是神之小宇宙啊 这名叫沙夏的女孩 果然是这个时代的雅典娜 就如潘朵拉大人说的 宁可错杀一把也不能放过一个 无论如何都得将他杀掉才行啊 哇靠腰啊 是谁不将伍德从后面偷袭 哇 地妖星正要动手的瞬间 骷髅兵突然招人从背后偷袭 全军覆没 原来是天马及时赶到 你休想动沙夏一根寒毛 先生您哪位啊 我是雅典娜的圣斗士 天马做天马 你说你是雅典娜的圣斗士 天马做天马 这名字取得真没创意啊 你在圣斗士之中 也只是最低阶的青铜圣斗士吧 你看啊 低阶又怎样 圣斗士所有作品的魔王 都把青铜干掉的 我是很注重格调的 你不配当我对手啊 给我站住 我说过不许动沙夏一根寒毛的 敢妨碍我的话 可是会吃苦头的 天马懒得跟对方啰嗦 一跃而起 想从空中给朱利耶塔一发流星拳 没想到蝴蝶速度比他还快 早一步飞到天马头上 一个重拳就将天马 抠落地面 朱利耶塔接着说 他的身体能像蝴蝶般的飞舞 确实将敌人置于死地 想要捕捉在天空中的蝴蝶 根本就不可能 更何况是像天马 这样的青铜圣斗士菜鸟 天马不信邪 抡起王八拳 朝对手拼命乱抠 但全都被蝴蝶曼妙的身影给躲过 够了没啊 给我老实点啊 看到天马毫无章法的乱抠 乱跳乱发波 朱利耶塔直接赏了他一记 叫他格斗游戏是怎样玩的 看啊 好强的火溜剑 我常常连脚刀都尻不出来 打飞天马后 朱利耶塔来到莎夏身边 露出他那只又粗又壮的右手 想就这样戳死莎夏 但是老车的伎俩 你知我知大家都知 莎夏一定又是被小宇宙保护 戳不到半根毛啊 先前有看到一位网友留言 为什么别的神都会反弹绝招跟复活 雅典娜不会 其实雅典娜也是会反弹人家招式的 只是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囚禁起来 无从施展 至于复活 只要还没死后 还在黄泉比良版徘徊 雅典娜都救得回来 他比较像是一个全员回复的超强捕师 回到故事内容 朱利耶塔惊叹到神之力量的强大 这次他打算再戳大力一点 应该能戳死雅典娜 就在他要动手之际 天马赶紧喊出了助手绝技 在动漫界只要听到有人喊助手 哪怕你正在做光束的动作 身体都会瞬间僵直几秒 是动漫界无解的最强防御招式 朱利耶塔的四周 突然幻化出许多蝴蝶在翩翩起舞 一时间让天马以为是幻觉 这正是地妖星蝴蝶的最强奥逸 妖精缠身 在圣斗士本传对上木的时候 也出现过这招 一旦被冥界妖蝶困住 将会直接被传送到死界 有点类似饥尸器冥界波 对于更擅长空间技能的木 当然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但才当没几天圣斗士的天马 哪见过这种怪招 直接就被传送到了死界 正在前往天蝎宫路上的奥德修斯 也察觉到天马的小宇宙消失 那个叫天马的似乎被打进死界了 你想利用的小子去救雅典娜 看来是徒劳无功的奥德修斯啊 迪斯 迪斯托尔快苏醒吧 场景来到了巨蟹宫 接受了睡眠疗法的脱节 正躺在沉默之关睡他的美容觉 突然奥德修斯的声音将他唤醒 诶 靠腰啊 不要随便打扰少女的安眠啊 诶 奇怪 奥德修斯为什么要把我叫醒呢 诶 等等 有人要被丢进死亡之穴了 而且那人还不是王者 诶 你马的不能这样乱搞啊 那可是奴家的地盘啊 就在天马要掉落死国洞穴的瞬间 脱节即时现身将他接住 不过当他仔细看了一下来者 不自觉又发起火来 天马 又是你在吸音啊 诶 迪斯托尔 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是你的人生终点啊 竟敢将本弱女子关进他七天的沉默之关 天堂有路你不走 这下看奴家怎么来疼爱你 托解爱的拳头正要尻下去时 天马赶紧将这一连串的精力都告诉迪斯托尔 包括杀下就是雅典娜的事 与此同时 冥界之蝶也追随天马来到黄泉比良版 不把敌人送入死国 他们是不会消失的 哦 原来后面剧情是这样演啊 看来老车休息了一年 进度也没快多少啊 而且这蝴蝶抢到靠杯 还会靠火溜剑 以我这青铜圣斗士根本打不过他 笨蛋 你在说什么啊 你打算辜负水晋的遗志吗 水晋应该交过你才对 圣斗士都是靠提升小宇宙来战斗的 只要有血汗合约 面对再强的敌人都要爬起来打 托解训斥完天马后 叫他赶紧回雅典娜身边 由于时间紧迫 他决定出手帮天马一把 还不忘提醒天马可能会受伤 要有心理准备 说霸又摆出怪异的武道知识 口中开始喃喃念出 娑婆陀巴的咒语 好了 准备起飞前往娑婆世界了 哎 靠腰和飞什么飞啊 看过巨蟹座究极奥义 娑婆陀巴陀亚 哇 我好像看到奇怪的东西啦 天马 你可别输了 只要有血汉合约加索血 哦 不是 我是说 只要将小宇宙提升到究极的境界 一定能获胜的 哎呀 烦死啦 你们这些小虫子要纠缠到什么时候 本姑娘就大发慈悲也送你们一程吧 只见托解双手一张 凝界妖蝶瞬间被焚烧殆尽 不过睡意突然又朝他席卷而来 看来是奥德修斯的觉醒之法 效力消失了 托解在进入沉睡之前 口中还念念不忘着雅典娜 看来他少女心的深处还是藏着一颗中恶燃烧魂啊 由于莎夏身上强大的小宇宙 令朱利野塔无法出手 于是他利用冥界之谍将床高高举起 决定连人带床一同打入死界的洞穴和天马作伴 正当朱利野塔要发动妖精缠身时 天马突然不知从哪冒出来踹了他一脚 看啊 怎么有这么不讲武德的人搞偷袭啊 天马单手帅气的举起木床告诉朱利野塔 他不会让莎夏被带往任何地方的 说罢学托解手一个掌风打去 将冥界之谍悉数击落在地面 这下终于可以把床放下来了 一直举着手也是挺酸的 没等朱利野塔说完 天马就以极快的速度跳到他上方 这回换天马反靠的朱利野塔一拳 接着又是一套闪电五连鞭从四面八方袭来 被打到有点怀疑人生的朱利野塔 定睛一看 天马的小宇宙莫名其妙高出好几个档次 你看啊 你这小宇宙说没课金打死我都不信啊 经过脱解的提醒 天马不禁又想起老师水晋的话 面对越战越勇的天马 不甘一直挨打的朱利野塔也准备反击了 毕竟他在名斗士中也算是一线的战将 一个回神立即接住天马的拳 我只不过大意没闪就让你嚣张起来了 无论你再怎么提高小宇宙 毕竟只是青铜之辈 这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既然被我抓住 就不可能是我名斗士的对手 我要将你的拳头粉碎 让你以后要咬我只能用左手了 就在朱利野塔要对天马痛下杀手时 天马的右臂突然散发出炙热的小宇宙 令他不得不松开手啊 这 怎么会 这是神的小宇宙 咦 这到底是沙小 不是 我是说这是沙夏 哪泥 又是他 你们又一直开挂开到什么时候啊 突然从沙夏左手释放出来的神之小宇宙 竟然和天马产生了联系 沙夏送给天马的花环再次浮现出来 而且并不是只有两人小宇宙产生了联系 在遥远的地方感觉还有另一个人 画面来到冥王哈迪斯城 躺在床上休息的亚伦表情似乎非常地痛苦 潘杰以为他是作画画得太累了 特地端来能够让他消除疲劳的茶饮 不过情况并非他所想的那样 亚伦的左手不明原因开始发热 而且还渐渐浮现出某样东西 啊 这是花之锁 这东西不是已经被哈迪斯大人给弄掉了吗 与此同时看到花之锁的天马 也想起了儿时三人的约定 年幼时 沙夏曾亲手做了三个代表友情的花环 给自己天马跟亚伦 三人约定好 虽然花会随着时间枯萎 但花之锁的羁绊将会一辈子守护着三人 这是连神都无法切断的 儿时的这些回忆瞬间涌上天马心头 而且花之锁还凌驾于血汉合约之上 可怜的天马等于被套了两层枷锁啊 沙夏 这是我们约定好的 现在是我保护你的时候了 你看啊 我才不相信什么羁绊这些鬼东西 这花环一定是你刻金刻来提升小宇宙的道具 去死吧 天马座 Rebel 给我一双翅膀吧 Pegasus 流星圈 被水晋小宇宙跟花之锁两大buff加成的流星拳K到 朱莉耶塔这下不死都难啊 演了105话 天马终于拿下他的第一胜 不过朱莉耶塔在死前也不忘放了个马后炮 他告诉天马别以为赢了就没事 接下来还会有更强的名斗士被派过来 而且估计会是三巨头最后的那位 他就不相信天马能守护雅典纳到什么时候 说完就一命呜呼倒地而亡啊 辛苦打赢这场仗的天马也累得跌坐在床边 并要杀下安心 在他醒来前自己一步也不会离开 不管对方派什么强敌来 他都会保护傻侠 本齐完 奥德修斯在前往天蝎宫的途中遇到童虎 于是便施展了他的觉醒之法 童虎张开眼的第一瞬间 看见奥德修斯有点难以置信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奥德修斯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果然跟蛇夫宫突然出现有关啊 童虎啊 即使我告诉你这个艰难的故事 以你的头脑也不会明白的 话说回来 看你身上披的这件黄金圣衣 你已经成为天秤座的黄金圣斗士了吗 是的 托您的福我也千秋灰龙灰袖梯了 那么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你不是应该要守护在天秤宫的吗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打算去取雅典娜的首级 从童虎口中说出取雅典娜首级 令奥哥有点意外 童虎急忙解释 他是为了继承水晋意志 奥德修斯反问他 水晋都跟他说了什么 没想到水晋这铁汉子竟然什么都没说啊 只因水晋水昂童虎三人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大哥说的话 大哥做的事永远是对的 只要流个血泪就能彼此心灵相通 无需解释一切 说穿了 童虎就是对水晋一昧的虾挺而已 在他心中的认知是 既然水晋要刺杀雅典娜 那这个降生的雅典娜肯定是假的 又或者说不是这时代的雅典娜 奥德修斯大感震惊 没想到以童虎的头脑 竟然被他瞎挺给挺对了 于是便将未来的女神沙之穿越到这时代 可能造成宇宙崩坏的危机 通通告诉童虎 这也是水晋不惜背负着背叛者的污名 前来刺杀女神的原因 童虎这才明白水晋的用心 并发誓要替他完成未晚的使命 刺杀未来的雅典娜 奥德修斯一听 立即抛出橄榄枝对童虎说 既然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就跟随我到蛇夫宫吧 不 这是没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是我的敌人 你跟从前奥德修斯的小宇宙不同 你这家伙邪恶的小宇宙 一直在我耳边轰轰作响 我甚至还能闻到蛇的臭味 阿蛇见自己的伪装被试破 也不想跟童虎演了 我就是臭蛇怎样 不爽来单挑啊 水晋杀雅典娜 是为了阻止宇宙崩坏 你这家伙杀雅典娜 却是为了将天地占为己有 说到机动处 童虎直接轮起拳头就K了过去 阿蛇表扬了一番 说他不亏是真正的女神圣斗士 不过凭童虎的实力 想阻止他还早得很啊 更何况童虎还多次受惠于奥德修斯的恩情 但童虎现在就是兄弟最大 什么恩情以后再说 现在不阻止阿蛇 他将无眼去见死去的水晋 说完直接一招庐山百龙霸就尻了过去 只见阿蛇轻轻挥动蛇杖 百龙之牙就全数弹回童虎身上 童虎也配合剧本 讲出了圣斗士第二常用的老梗 原来像你挥拳就像对天吐口水一样 最后都会吐到自己脸上啊 明白就好 还是适可而止吧 再多来几次你会死的 死就死有什么好怕的 说吧 童虎突然从背后一把抱住奥德修斯 想达到像你这样的男人 一开始就必须要有舍命的准备了 哼 你怎么知道我是男人 管你是什么轮 跟我一起消失在次元的弊端吧 为打倒奥德修斯 童虎首次在ND使用了近招 住手啊童虎 这样你也会死去的 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水晶的誓言呢 靠腰不早提醒我 我现在也很后悔 抱歉啊水晶 与此同时花了一年时间才从蛇夫宫门口走进宫内的子龙 也感觉到老师使出了抗冬霸 而明明在十二宫就看见子龙使用过一次 顺竟然还说没记错的话这招应该是近招啊 害子龙又要浪费一格解释这次玉石俱焚的招式 但也许是知道老师会活到两百多岁 所以子龙也没有很担心 只是在一旁说风凉话 哼真是愚蠢啊 凭这种天秤座小伎俩就想打倒我 根本是吃人说梦啊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只见蛇杖再次发出闪光 画面就突然被切换到了冥王哈迪斯城 昏睡中的亚伦随着着手腕的花枝锁消失 躁动的情绪也恢复了平静 潘朵拉依旧不解 这花枝锁明明是幼年时三人玩半家加久的东西 怎么如今竟然会出现来妨碍他 难不成那个叫杀下的小女孩真的是雅典娜 看来必须尽早除掉才行 蝴蝶 蝴蝶 你死哪去了 怎么还没回来啊 潘姐叫了老半天 才发现一只冥界妖蝶飞回来 不过马上就掉落地面支离破碎 潘姐终于明白蝴蝶已经被人干掉了 画面在带回蛇宫这边 被抗龙霸带上天的两人 以平安回到地面上 看来应该是奥德修斯体内的蛇魂 让童虎陷入沉睡 阿蛇不爽地问奥德修斯 为什么摆烂任由童虎的抗龙霸随意挂上天 难不成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他还想着让自己的肉体被消灭 这样就不会被阿蛇给取代 奥德修斯听完随便呼隆了几句 说自己是不小心被童虎的必胜执念给吓到闪尿 应该给予童虎的小宇宙表扬一番才对 不过阿蛇也不是随便被呼隆大的 他要奥德修斯趁现在给童虎致命的一击 眼看快要保不住童虎 奥德修斯也把虎烂功力提升到最高境界说道 留下12名黄金圣斗士 日后一定会成为阿蛇的力量 反正他迟早都要军灵这个圣域 结果阿蛇竟然就这样被唬住了 双方妥协后也继续朝天蝎宫前进 距离自己的本命宫蛇夫宫 只剩下最后这一宫了 天平宫通往天蝎宫的漫漫长路上 躺了好几个人 奥德修斯首先遇见天马 不但激发天马小宇宙 让他得到圣意认可 还把他传送到雅典娜身边 打败前来刺杀的蝴蝶 走没多久又遇见了铜虎 虽然两人理念相同 都是为了刺杀来自未来的沙枝 可铜虎感觉到藏在奥德修斯体内的阿蛇灵魂 甚至不惜开出庐山抗龙霸来个玉石巨焚 不过毕竟阿蛇掌握着睡眠疗法 铜虎抗到一半就睡着掉下来了 为保铜虎性命 奥德修斯也编了一个烂理由 呼嚨一下阿蛇 继续朝天蝎宫前进 第107话的标题为蝎座之消灭 观看这标题就觉得不妙啦 奥德修斯没有脱戏直接来到天蝎宫 用觉醒之法唤醒天蝎座艾卡拉特 看见死而复生的奥德修斯 艾卡拉特像是早就明白会有这天 没有过多的吃惊 我要前去刺杀雅典娜 你也会跟我一起吗 听到刺杀雅典娜 艾卡拉特先是感到震惊 接着问奥德修斯 复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吗 一句话 跟还是不跟啊 我是瓦根 艾卡拉特年幼时期 曾被一只蓝血的蝎子咬到 因此得了透明之症 身体会逐渐变成透明最后消失 多亏奥德修斯将自己的黄金之血输给他 才捡回一命又得到变透明的能力 所以奥德修斯对艾卡拉特来说 简直就是再造父母啊 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他 但那也仅是对奥德修斯而言 艾卡拉特也是名眼人 一眼就看出如今奥德修斯体内 寄出的是魔物的灵魂 像这样的魔物 想对雅典娜出手 艾卡拉特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你应该知道要是违背我的话 将会失去一切 我已经有所觉悟了 你要想清楚 你体内的血都是正次于你的 要是敢忤逆正的话 黄金之血将会流干 一滴血都不会残留在你体内 你的身体就会像过去一样消失在这世上 我全都知道 不要脱戏了快点拿走吧 看啊上一格我要怎么拿 当然是要脱戏啊 幻音刚落 阿蛇用舌上一指 黄金之血开始从艾卡拉特身上被抽离 艾卡拉特瞬间全身血管破裂 血液就像瀑布一样从体内涌出 画面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给我醒来 别装死了 现在返回还来得及哦 如果你决定顺从我的话 还有得救啊 我决定 顺利老母啦 艾卡拉特睁开眼睛的瞬间 一发星红毒针 不偏不倚朝阿蛇身上招呼过去 画面一转 终于交代艾辉目前的动向 奇怪的是 他跟天蝎座完全不熟 还知道真红的小宇宙这名词啊 艾辉看着天蝎宫爆发出战斗的小宇宙 猜想奥德修斯已经快要来到自己所属的蛇夫宫 虽然老车没交代艾辉目前人在哪 但从他口中说出的黄金圣斗士们都陷入沉睡 可见他已见过好几个黄金圣斗士的睡姿 少说也来到仁马宫附近啊 大家有发现一件事吗 艾辉向来都是移动速度最快的男人啊 十二宫之战 仁马宫之后 星矢基本就没参与战斗了 最后三宫都是靠子龙 兵和顺三人单挑的 星矢从头到尾就只有赶路而已 结果尼玛的从仁马宫走到教皇厅 花了快四个小时啊 艾辉被沙家救活 从处女宫连跑六宫过去 也才花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所以说他是移动速度最快的男人也不为过啊 艾辉惊觉 在这十二宫中 所有圣斗士都呈停机状态 要守护从未来穿越而来的雅典娜 只剩他们这些一同穿越的青铜圣斗士了 然而教皇托付的这把弑神短剑 真的要使用在雅典娜身上吗 一挥有点敌往 画面再拉回到天蝎宫之战 艾卡拉特舍命一级的毒针 完全对阿蛇起不了作用 甚至是连个小针孔都没留下 就在艾卡拉特顿感不妙的时候 阿蛇突然又变回奥德修斯那温柔的眼神 太好了 虽然星红独占的冲击没办法打倒你 但最后一刻能把奥德修斯的灵魂换回也就够了 艾卡拉特你到底 奥德修斯就像你教我的那样 尽管我无能为力 但我还是尽力保护了雅典娜 就算就这样消失了 我也无怨无悔 奥德修斯雅典娜的生命就 还没说完最后的遗言 艾卡拉特就这样人间蒸发 永远消失在世上 成了ND时代第一个牺牲的黄金圣斗士 老车总算找回了点观众爱看的东西 加油还剩十一话 还要再死九人才行 奥德修斯称赞艾卡拉特是真正的圣斗士 随即天蝎座黄金圣衣就自动变回星座形态 并挡在奥德修斯面前阻止他继续前进 艾卡拉特 你的想法我感受到了 但是仅此而已啊 奥德修斯 到目前为止辛苦你了 很快我也会让你完全消失的 话音刚落 奥德修斯的眼神已完全变成蛇眼 脸上这纹路跟后来Shina的面具还有点像 经过这短暂且不愉快的磨合期 奥德修斯的灵魂已被阿蛇吞噬殆尽 现在这副躯体完全由阿蛇一人掌控了 阿蛇手杖一挥 立即将挡路的天蝎座黄金圣衣击落一地 在这统统陷入一片沉睡的死级圣域 已没有人可以阻止阿蛇的脚步 现在只要他进入蛇夫宫将雅典娜杀掉 就能支配这个大地 阿斯科的比尔斯成为神的时代即将来临 完全被阿蛇夺射的奥德修斯 终于来到自己的宫殿 他回想起自己一直以来饱受疾病和痛苦的折磨 拯救了无数人类 但最后下场却是遭到雅典娜流放 给关在死界最深处的洞穴 甚至将第十三宫蛇夫宫从圣域除名 企图抹杀掉所有关于奥德修斯的一切 绝对不可原谅 现在是时候的雅典娜 从神话时代以来的恩怨就一次来顺亲吧 画面带到了蛇夫宫内部 子龙与顺已经跟最先进入宫中的冰河会合 由于奥德修斯迟迟未到 大伙都急得要命 中了萨迈尔之毒的雅典娜 目前只能待在这蛇软中延续生命 不早点解读的话恐怕撑不了多久 而且新石纪的沙漏也快要漏完 时间之神给的三天时间已迫在眉梢 再耽搁下去 众人恐怕连家都回不去 原本是为了救新石特地穿越而来 看来他的心脏要一辈子插着那把无形的诅咒之剑 束手无策的三人 目前能做的事也只有等待奥德修斯前来 从他们一路与黄金圣斗士的交手中得知 奥德修斯原本是司长圣域的医司 不管是谁受伤或生病 就算一个杂兵 他都会不顾自身安危给予救助 如此说来的话 奥德修斯应该是个能信任之人 而且也只有他能拯救雅典娜了 看啊 正不在家的时候 怎么多了这么多只小虫子 三小强闻声定睛一看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恶心变态 难道这家伙就是奥德修斯吗 嘿嘿嘿 残念啊 奥德修斯已经永远登出不会再上线 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完全被我阿蛇给夺射了 男 男的图 谁是麦克阿瑟 看啊 这些都不重要了 你刚说的夺射是怎么一回事啊 废话少说 开始啊 我要去揍雅典娜的性命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们是强盗爆的吴小强耶 就想碰雅典娜一根寒毛 哼 给我躺下吧 你们这些屈丑 只见奥德修斯手仗一挥 子龙三人竟毫无招架之力被打飞 果然没有名字的普通攻击才是最强的招式 一旦有名字的必杀技 都必须遵守同样招式不能使用两次的定律 迄今为止 奥德修斯的慈悲心都像个枷锁 总是在关键时刻妨碍阿蛇 现在他终于可以毫不犹豫地像杀虫子般的开杀 阿蛇走到雅典娜身边喃喃自语 这就是来自未来的雅典娜吧 我不得不跟你说声谢谢啊 多亏你这小姑娘穿越了时空 捞乱天地秩序 才让朕能够从塔尔罗斯之域复活过来 从现在开始 这才是这大地的支配者 女神已经无用武之地了 阿蛇摆了一个很帅的pose 准备将保护雅典娜的蛇卵给打破 看到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三人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我也只能说他们是剧情躺 随即 奥德修斯举起手杖一敲 黄金蛇卵的蛋壳应声而碎 雅典娜失去维持生命的防护罩 萨迈尔之毒再次流片全身 虽然就这么放着不管你也会死去 但这样我就拿不到经验值了 这么大包的经验包我当然要亲自收下 从今以后这地上所有一切都归我阿蛇所有 正即将成为神了 就在蛇杖快要落下去的瞬间 有人喊了慢者 根据动漫守折 只要有人喊助手或慢者 不管你正在做什么动作一律都要停下 三小强不约而同朝说话之人望去 只见一个又强又猛的男人 从火焰的另一端缓缓靠近 你这家伙是 看你连我都不认识 我白混了你 菲尼克斯一气残救 竟然是一挥 我跟你一样都习惯的以为是星屎 尼桑我就知道我用召唤的比较快 哦原来是之前见过的一挥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害我差点就接替本该属于你的角色 好吧既然这样就交给你的一挥 就由你亲手来处决雅典娜吧 听完阿蛇的话 三小强感到无比震惊 究竟持有四神短见的一挥 会不会杀了雅典娜 不过我想答案大家都知道 当然不会啦 一挥霸气登场后 阿蛇不断催促他尽快杀了雅典娜 这让趴在地上的三小强有点看懵了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变这么熟了 但一挥也只是站在雅典娜身边 迟迟没有动手 怎么啦一挥 在这个重要时刻你反而却步啊 在ND第93话的时候 一挥在处女宫被无想空间结界重创 幸好身为伊斯的奥德修斯路过救他一命 当时一挥就说自己欠他一个人情 无论对方要求他做什么都绝无第二句话 于是阿蛇便用奥德修斯这副身体来讨要人情 要他取下雅典娜的手机 的确我是欠你一个人情 但别忘了我也是个圣斗士 就算是翻天覆地也好 这种杀雅典娜的事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我会用我的命来偿还你的恩情 但这是在打倒你之后 别笑死人了 这现在已经是神了 区区一个人类能够杀得了神吗 如果你下不了手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阿蛇对毫无防备的一挥发出一击 一挥当场飞了出去倒地不接 这下没有碍事的人来阻挡 阿蛇举起蛇杖准备直接了结了雅典娜 一旁的顺剑撞赶紧抛出星云锁链 雖然元锁缠住蛇杖阻止了阿蛇攻势 但老车套路大家都知道 下一秒顺就连同锁链一起被人甩了出去 鸟龙二人组见此情况也无法再淡定了 他们起身站在阿蛇背后 自从极乐净土联手对休普诺斯一战 两人就培养出了绝佳默契 狂尔跟紫龙的鸟龙精神 还是比不过紫龙跟星矢联手的龙马精神 阿蛇同样一仗就将两人轻松打飞出去 你给我乖乖退下吧 你们这些蛆虫 你们的攻击在正面前就像躺避党居一样啊 眼见阿蛇再度走到雅典娜面前 抡起蛇杖一挥赶紧又喊了暂停 真是执着的家伙 你不知道慢者这招一场战斗中只能使用一次吗 我身上有个东西要给你看 你看啊不要随便掏东西出来啊 实际上这是教皇委托给我 要我做一件大事用的 一挥从背后缓缓掏出那把试神短剑 子龙三人也不晓得在惊讶什么 我特地回去翻了一下冥王篇漫画 他们根本没见过这短剑啊 没错 这就是圣域流传人的把 传说中的沙神之刃 克流索斯之剑 这克流索斯也没啥典故了 就希腊文黄金的意思 换面来到冥王哈迪斯城 由地妖星蝴蝶被人干掉一次可以判定 那个叫沙翔的小姑娘 一定就是雅典娜的转世 潘朵拉心想他绝对不能这样放着不管 一定要尽快处理掉这丫头才行 这时突然有人从背后叫住他 你是三巨头最后一位天猛星 双逐飞龙夏卡尔 老实说当初看到这张脸 额头都有点低汗 以往其他版本的天猛星 都是威猛中自带几分帅气 但nd的天猛星 一看就是车田必死的路人脸 看来应该脱离不了龙套角色了 等你很久了夏卡尔 我来迟了非常抱歉 因为在哈迪斯大人之间 引导下的108魔星们 所有冥斗士正陆续的集结 是吗 既然如此 我们也必须做好战斗准备了 水上虽然说是以冥王为优先 但潘朵拉还是有个 十万火急的任务交给夏卡尔 他将杀起来是雅典娜之士 全盘告知 并说现在只剩天马座一人 在保护雅典娜 如果飞龙出手的话 就像踩蚂蚁一样简单 并要夏卡尔立刻就去杀了雅典娜 画面再返回到蛇夫宫 阿蛇看到弑神短剑很是震惊 质问一辉为何会拥有它 看前面都说是教皇委托给我的海文 而且要如何使用它取决于我的心情 我现在kimoji就很不爽 想用这把剑来捅你 说吧 一辉便拿着弑神短剑朝阿蛇冲了过去 一阵惊天动地的冲击过后 阿蛇最不需要的头罩也被一辉给打落 与此同时 圣域地标的伙食中突然无预警的碎裂 时间之神的新实际也在此刻出现 里头的新杀还貌似已经漏完了样子 这集的开头是从人马宫讲起 接受睡眠疗法正在沉睡中的射手座格式塔 黄金圣衣突然自动脱离身体 在空中组成了射手座圣衣形态冲出人马宫 至于在蛇夫宫的战斗 一挥一刀捅过去只打掉了阿蛇头罩 结果阿蛇突然消失在一挥面前 再从他背后无声无息地出现 你在瞄准哪里啊 就算是能够试神的短剑 刺不中也是毫无意义的 一挥转过身来想再给阿蛇补刀 没想到阿蛇的身体竟能像蛇一样扭曲 并迅速窜到一挥身边 将他手中的短剑击落 这喷飞出去的短剑又好死不死掉在雅典娜身旁 受此一击的一挥终于也倒地不起了 连黄金圣道士都无法捕捉到阵的动作 更何况是你们这群青铜小鬼啊 阿蛇走到雅典娜身旁 捡起黄金短剑对一挥嘲讽 真是可惜啊 差点就对我造成致命伤了 现在这是接收雅典娜性命的时候了 说吧 阿蛇双手握住剑柄 瞄准雅典娜刺了过去 这一瞬间 头顶突然冒出一道光 幸好这道光是金色的不是绿色的 从强光之中明显可看出 这物体是蝎子的外形啊 画面转移到了天马这边 才刚跟蝴蝶打完 累得瘫坐在莎夏床边稍坐休息 没想到马上又来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历代颜值最差的 天猛星夏卡尔出现在他面前 唉靠腰啊 你也是明斗士吗 你怎么这么大只啊 夏卡尔一把揪住天马的后脑 像在丢玩具一样 看都不看的往后一拋 将天马重摔落地 接着缓缓走到莎夏的床前 莎夏虽然同样发出小宇宙来抵抗 但对武力更高一层的三巨头来说 完全起不了作用 天马也不管是否对方躲开后会打到沙夏 直接一发流星拳打了过去 幸好夏卡尔担起了保卫雅典娜的工作 只见他头也不回地搬动一根手指 流星拳就全速反弹回天马身上 看啊 怎么每个人都能把这招弹回 而且这家伙弹得比蝴蝶还痛啊 没时间理你这家伙 还是快点照潘朵拉的指示 叫这小姑娘带回哈迪斯城吧 等一下 我说过不准你碰他一根手指的 放心吧 我们碰手指直接碰身体就好 看到眼前的天马如此固执又难缠 夏卡尔也不想再跟他耗下去了 摆出一个起手势使出他最强的奥义 照理说这时期的天马座圣衣一次都没修过 也没靠谁的血加持过 受了这击应该是要当场毙命 结果也只是喷飞出去 圣衣还没碎掉 难道这时代的名斗士实力真的这么差吗 随后夏卡尔一个公主豹将沉睡的莎夏抱起 准备带回哈迪斯城复命 场景再回到蛇夫宫 果然不出所料刚刚那团金色光芒本体就是天蝎座黄金圣衣 艾卡拉特的天蝎座黄金圣衣怎么会飞来这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不 不只有天蝎座 来得一坨拉固啊 所有人都快被眼前的金色光芒闪瞎 原来黄金圣衣除了射手座外 其余十一件都集结到了蛇夫宫 本季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 没错 是本季啊 原先以为老车会一口气将最后十六话出完 没想到是分成两季 运气好的话可能秋季就能看到结局 运气不好的话又要等明年啦 看来这天猛星应该就如我说的只是跑龙套而已 大约在两话左右就会被干掉 这唯一一件没来集合的射手座黄金圣衣 想也知道一定是飞到天马那边去支援他了 这带的射手座格式塔跟天马虽然没有交集 但在人马宫一战 格式塔已被沙之收服 还赐予了代表最忠诚圣斗士才能拥有的女神之剑 所以射手座圣衣飞过去保护这时代的女神 逻辑上也说得过去 只是照SS本传的惯例 除了天秤座同虎老得穿不动圣衣外 还没有活着的黄金圣斗士将圣衣借给别人穿的 就连修罗也是决定牺牲才将圣衣托给子龙 如果人还没死就能借圣衣来穿的话 是不是可以先派一些青铜白银当先锋 穿黄金圣衣去对付冥王军 战死后再将圣衣托给下一批去送死的人穿 这样才能把黄金圣衣价值发挥到最大 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看了后面这几集才发现 其实ND的黄金圣斗士都不重要 他们充其量只是个一架子而已 黄金圣衣的意志才是ND的主体 最后我也来猜猜后续八话的剧情 看到这黄金圣衣集结的大阵仗 老车真的是无悬念想做完结了 上一话也透露出 操控108魔星的是冥王之剑 所以只剩下两个任务要解 一是破坏冥王之剑解救未来的星石 二是消灭阿蛇让这时空回归正轨 目前看起来第二点比较容易 黄金圣衣都集结了 只要等射手座干掉天猛来会合 就能使出破坏叹息之斌那招干掉阿蛇 反正前面都说了 人只是一架圣衣才是主体 可能派12件空壳圣衣去都能打败冥王 至于第一点破坏冥王之剑 先消灭阿蛇后再反攻冥界 似乎不太可能在八话内完成 如果是亚伦自己破坏剑的话 那这时代黄金圣斗士没有人死 也跟未来衔接不上 最有可能就是消灭阿蛇后时间到了 莎之只能把救星使仪式托付给莎夏 然后带小强们回到自己的时空 nd冥王神话到此告一个段落 后面反攻冥界的部分交由其他人代笔 老实说我比较希望是这样啊 不然就浪费nd这么庞大的设定 最后我看了一下老车官网最新消息 他和来自法国的卡纳出版社混得蛮愉快的 似乎没有因为搞烂真人版电影心情受到影响 法国卡纳就是圣斗士时间奥德赛的出版社 在风动漫的播放清单可以找到 画风十分优美 喜欢圣斗士的朋友不妨看一下 那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啊 少年真几乱 谢谢啊 金卡好救者 哦耶 谢谢啊 被他杀死无用意 谢谢啊 今晚都说 我我陶劫 我 adjustable 我叔叔 我闹靠我 我两尾 我一anto 我还没得到我 这辈子 我上便 我 我